你好我是嘉尼 今天我們聊的主題是 綠戰軍的人氣王Taco4在主場首次登場 影片中所有的數據截至2019年12月22號 我們先來介紹這名球員 畢竟他是第一年打MBA的新朋友 實際上在今年選秀會上他並沒有被任何球隊選中 而是在選秀會結束之後 綠戰軍的總管Danny Engie跟他簽下一個短約 接著在10月份的時候轉成雙向合約 Taco4的身高是7.5 226公分 大家也許對於身高7.5沒有什麼概念 所以我們拿姚明當例子 姚明的身高在官方是7.6也就是229公分 被球迷號稱巨神兵的Majonomich身高是7.4 224公分 這張照片是他跟Kent合照 我們可以發現Kent明顯小一號 另一張照片比較有意思 新衣袖Edward身高是5'11 180公分 兩人站在一起的時候 這就形成強烈的對比 實際上Taco4到目前為止在MBA之打的兩場比賽 技術的時候他在一次訓練之後 頭緒撞到球隊洗手間的天花板 後來也進入聯盟腦震盪的保護程序 所以比賽場次不多 第一場正式的比賽是10月26號 客場面對尼克隊 中場118比95綠三軍 23分之差打敗尼克隊 有意思的是第四季的最後 因為比分差距太大 這也讓Taco4有上場的機會 全場4分3籃板 但這裡我們要注意的是 尼克的球迷是給予Taco4熱情掌聲的 甚至還大喊我們要Taco4 在客場比賽居然有這樣的人氣 所以對於一名年輕球員來說真的很少見 12月21號綠三軍主場面對活賽隊 三節打完綠三軍就以91比69領先 活賽22分 所以第四節開局沒多久 現場球迷就開始喊我們要Taco4 但站在球隊的立場 一定要等到確定贏球的時候 才會把他換上場 畢竟他並不是主要輪換球員 比賽在第四節6分23秒的時候 出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畫面 少帥當然知道現場球迷的想法 所以他做了一個手勢 要現場球迷再大聲一點 接著他又揮手叫Taco4準備上場 好玩的是傑森特特居然推著Taco4出去 這時全場是歡聲雷動的 開個玩笑說這氣氛好像在過年 而且當Taco4走到紀錄台的時候 少帥特別走過去跟他擊掌 畢竟這場比賽是他本季在主場的第一場比賽 這個擊掌的意思應該是叫他上去要好好加油 比賽4分30秒的時候 Wanamake故意去犯規 這才讓Taco4順利的上場 否則他已經在場邊等快兩分鐘了 當他上場的時候 全場又陷入瘋狂的狀態 這真的很有意思 但他也沒讓現場球迷跟少帥失望 場上不但蓋了對手火鍋 而且在一次低位的進攻之中 還有很漂亮的低位腳步 這一球就真的讓人對他有更多的期待 而在進球之後不管是球迷還是球員 簡直像中樂透一樣的開心 所以在主場首次的登場 對於Taco4跟球團來說都非常成功 實際上綠戰軍的球員對Taco4都是戰獄有加的 特別是非常肯定他的態度 至於未來他能不能站穩NBA的舞台我們不知道 但希望他可以努力成為下一位聯盟中進去的球星 題外話聊一下個人覺得少帥的動作真的太可愛了 但在主場比賽就應該這樣 這樣球迷才會更支持這次拿下17個冠軍的球隊 最後真心希望Taco4未來能夠在這支球隊中有更好的表現 所以人氣王Taco4加油吧 以上就是這節內容 希望今天的影片你們會喜歡 今天的影片在這邊結束囉 記得按下喜歡跟分享這部影片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給我一個事實的鼓勵喔 那今天就這樣子囉 我是江林我們下次見 掰掰唷 影片幫忙借錯關懶 字幕 Mhm